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 Bestmash 不專業開箱 今期就是三月尾的雷雷PVC玩具情報 雖然大家在看這段影片已經是四月時 真的沒有計算,因為三月尾真的太忙,太多片廣播 所以這段情報片到四月才能推出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們也不要緊,照看三月尾出了什麼雷雷PVC 第一個看的雷雷PVC是由非營推出的閃亂神諾非鳥套女郎版本 先說定價,官方定價要38,500日元連稅 金番匯率轉為港幣1985元 公仔1比4比例,全高290mm 在今年11月推出 在上一期的玩具情報也和大家介紹過同系列的閃亂 今次推出這隻飛鳥來做一個配搭 今次這隻雷雷進入時,官網需要確定你的年紀是否足夠18歲 相信應該也,高機率是可以除上空去的 因為如果無法脫,他不會特意問你足夠18歲 所以這隻飛鳥有很大機會可以除上身 但非營推出的下身就不用考慮了 最多只有球給你看看 這隻雷雷主要入不入手就看你本身對閃亂神諾 或者對這隻飛鳥有多少愛 因為飛鳥的水準 你有看過我開箱飛鳥的產品,你都知道它是甚麼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頭髮的造工 頭髮造工不是它的價錢可以出來的質素 我才可以這樣說 是比較偏三線、二、三線的質素 在我眼中來看 除了1比4比較大之外 造工方面不是做得很細緻 不是做得很細緻 所以比成差不多接近2000元的價錢 值得入手? 真是考驗你對這套作品 或者對這隻飛鳥有多少愛 如果本身不是很喜歡這套作品 或者造型不是太吸引你 亦不是太喜歡這隻飛鳥這隻雷雷的話 真是看看算了,可以省下2000元 接著我們第二隻看的雷雷 是由Good Smile推出的 珠江記得煮熟再吃的傑斯 這些作品有些名字改成這樣 先說一下價錢 官方定價要23000日元連稅 跟回率轉為港幣1186元 這隻公仔是1比7比例 全高230mm 在今年12月推出 這套作品我真的沒聽過 這次介紹雷雷才第一次聽過這套作品的名字 我也查了少許資料 傑斯就是這套動漫作品的女主角 身材方面都可以的 有前有後的裙子都可以看到 也可以看到這套裙子的春光 但我看官圖這裏基本上都沒有配件 也不能脫掉 真的看你對這角色有很多愛 大家留意這隻公仔是單腳斜棋的 老實說我自己是極度擔心這些棋法 單腳斜我已經被捕底了 還有斜棋的話 我不知道它的固定方式是怎樣 是公仔的裝位插進去還是洞位插進去 我不知道它的固定方式是怎樣 但如果這樣打斜棋的話 我覺得長期屈內重心太靠一邊的話 時間一耐很容易就收皮了 所以大家買這些雷雷的時候 都要留意它的暫資 所以這隻雷雷我覺得如果不是太熱門 太吸引的話 可能等現貨或者等多一段時間 等它跌價 相信價格可以便宜入手 不需要給1200元 差不多1200元 這個價格可以買回來 我剛才也說過了 我自己沒有看過 所以我這隻都是 和大家看看算 你說買的話應該不會 跟著我們第三隻看的雷雷 都是由Good Smile推出的 歡迎來到實力至上主義的教室的 輕井澤衛著墨版本 真是把動漫作品都改成了 先說定價 官方定價要20,000元元 連稅 金番匯率轉成港幣 即1031港幣 公仔是1比7比例 全高220mm 在下年25年1月推出 這套動漫作品我都沒有看過 因為那些新版的動漫作品 很久都沒有追 對我自己來說 我連拉打都沒有時間追 怎會追追這些動漫作品 所以我真的沒有看過 單純以體女的角度來出發 老實說這隻比剛才那隻更密實 他穿著和服還是浴衣 應該算是浴衣吧 穿著類似浴衣的裝束 整體來說 沒有太大特別 除非你買的都是那句 看你本身是否這套作品的粉絲 或者你對這女生有多少愛 如果不是的話 單純我沒有看過 以一個體女的角度來出發 老實說這隻女生 平平無奇 沒有太大吸引力 因為趕路出去又沒有 連混合都沒有給你看底 剛才我的戲碼也有群下春光 看下這裏連春光也不給你 對於沒有看過作品的我來說 這隻女生對於我自己就比較 呼滿 所以你說值不值得入手 就真的提你對這套作品 或者對這隻女生有多少愛 如果你本身沒有看過這套作品 亦都對這隻女生不太熟悉 除非她突然吸引到你 如果不是的話 都可以節省了 省了一千零三十一元 接著我們第四隻看的女生 都是由Good Smile推出的 衛藍檔案 優香 會計之日常 先說定價 官方定價就要18,900日元 連稅 跟回率轉為港幣 即974元 這隻公仔是1比7比例 全高200mm 在下年、25年、4月才會推出 差不多要一年的時間 衛藍檔案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一套遊戲還是動漫作品 我都不太熟悉 之前也介紹過 但我自己沒有接觸過這套作品 所以轉頭就已經忘記了 推出裡面的一個角色 這個價錢便宜過剛才說的兩隻 因為剛才我兩隻都要四位數起跳 這個只需要三位數 1974元 但這一個老實說 這隻比剛才的兩隻更吸引 第一配件方面 它有張電腦椅子讓你坐下 第二 這個大腿都已經足夠你追幾天 剛才那兩隻有甚麼呢 一個穿和服沒有東西看 一個只有群下春光 要你低炒才有東西看 這個直接坐在這裏 雖然上身 包得還是很密實 但起碼下面有一條腿 都算是不錯 所以如果你問我個人而言 剛才那兩隻加上這三套 雷女的作品 我都沒有接觸過的情況下 我會覺得這隻是比較吸引過剛才那兩隻 因為至少這條腿已經是 屌贏了剛才那兩隻 對我來說 其實都是看你對這套作品有沒有愛 或者對這角色有沒有愛 雖然我覺得這隻比剛才那兩隻好 但這隻雷女我自己都沒有接觸過的作品 也不是很熟悉這隻雷女 所以我自己都是看一看船 大家都知道現在那些雷女動作品 就算這隻雷女動作品沒有過千元 但是974元也差不多 一千元 現在那些雷女動作品也要過千元以上起跳 真的不能說 看好就馬上上了 真的要很喜歡才去買 真的要去到這個地步才買 所以這隻雷女對於我來說 未去到很喜歡要買的地步 所以我自己就看一看船 正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這隻跟剛才那兩隻選擇 我首先會選這隻 這隻 好追的程度比剛才那兩隻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不知道大家有怎樣看 歡迎留言跟我聊一聊 接著我們第五隻看的雷女 就是由Fat這間廠商推出的 蔡瑪良 代兼堂懷失 名字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因為代字可以讀作時字 我不知道究竟它叫代兼堂懷失 還是侍堅堂懷失 因為侍應的時字也是這個字 我上網查了很久都查不到它正確的廣東話的讀音 歡迎師兄在下面留言 跟我跟證 如果讀錯的話 先說一下價錢 官方定價就要28,881元年稅 金番匯率轉為港幣 即是1,485元 這隻公仔是1比7比例 全高260mm 就會在下年25年1月推出 蔡瑪良這套作品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因為都挺有名的 雖然我自己沒有玩過 也沒有看過這套作品 但都略有疑問 也有聽過 這次這隻雷雷有一個替換的手形和表情 表情你見到 一個是 就這樣合口舉起拳頭的手形和表情 還有一個是 抹大口兩隻手張開的手形和表情 外觀上起碼有少許的外觀變化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就覺得她穿得太過密實 所以這隻雷雷也是很簡單的 看你對蔡瑪良或對這隻雷雷有多少愛 因為蔡瑪良本身就是將一些馬爾人化 除非你是一個馬迷 很喜歡這隻雷雷的造型 如果不是的話 對於我個人來說 包裹這麼密實 我就興趣不太大 這個就沒有什麼太大特別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讀錯 PHAT是否是FAT 我雙方查詢都是讀它FAT 但不知為何我覺得好像是肥的FAT 這間廠商的造工都是正路來的 不算是很好一線的地步 但也不是說差得去變 所以如果是本身喜歡這隻蔡瑪良的話 可以想一想 價錢方面要接近1500元的價格 的確有點貴 你問我的話 CP值真的不高 所以除非你有愛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看看現況會不會好一點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剛才也說過 我沒有接觸過 沒有玩過 也沒有看過 所以我自己就看一看 我對這隻雷雷 興趣不太大 第六隻看的雷雷PVC 就是由高敦Headpass 推出的 碧南航線 超巡洋南 赫浪斯塔德 在它的名字 很難讀 先說它的定價 官方定價要29700元元年稅 今次會率轉做港幣1532元 這隻公仔1比6比例 全高280mm 在今年12月推出 碧南航線這麽出名的IP 相信也不需要我多介紹 今次推出當中的超巡洋男女女 老實說它的造型是頗吸引 它是有少少就這個警察路線風 你看到又有手扣 又多著把槍之類的東西 穿得好像整個 那些軍裝景 但是最令人吸引的是 它的胸口 中門大開 整個BRA 雨溝都走出來 你就知道什麼了 這個真是不得了 造型方面 這隻雷雷就跟回原本 她的角色設計 我也有上網查過資料 也算是有還原有做到足 但是沒有任何的外觀變化 只是單純的樣子 1500元港幣值不值得入手 也是那句 看你本身對這隻雷雷有多少愛 因為碧南航線這個IP 大家都很熟 也有不少的粉絲 累積了 相信這隻雷雷應該也有不少入單 這隻雷雷的廠商 之前也曾經跟大家開箱 那一隻雷雷 我不是太記得了 大家要先看我的頻道 PVC 檔案 我之前開箱過一隻穿泳裝 那一隻雷雷 我只可以說 她的造工正正常上 沒有什麼崩位 同時也不會做得很突出 很吸引人的地方 只可以說一般水準 所以這隻雷雷就看你本身對這個角色有多少愛 如果不是的話 你夠膽的話 可能不等現貨會好一點 是的 我也不清楚 因為GOLDEN HEAD我只是買了一隻那麼大把 所以 入不入手就看你自己對這隻雷雷有多少愛 如果你是很喜歡這隻雷雷的 那你就以防買一照先訂了 外形的相片是OK的 我覺得是漂亮的 但又未去到吸引到我要立即去 入手的地步 所以都是看看算 正如我剛才也說過 有些雷雷 動力就超過千元以上起跳 真的要選來買 這隻雷雷雷也不便宜 1500元 但沒有任何配件 所以如果不是做得很吸引我的話 我都不會特別去入手 當然如果有些師兄對這隻角色特別有愛的話 鍾情於這隻雷雷的話 可以考慮一考慮 以防萬一你怕的話 扔了先都沒有問題 其實也 接下來我們第七隻雷雷 就是由 全推出的 立花愛玲 雷雷雷雷 我們一樣先說定價 官方定價要23,100日元年稅 金番匯率轉為港幣 即是1,191元 這隻雷雷是1比7比例 全高230mm 在今年6月推出 這隻雷雷是 出自於左騰空氣的作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個賄絲 我之前也曾經買過 他之前在 NATIVE那裏也曾經有出過作品 我都有買過 他的造工 他的創作 都是相當之色情 所以如果是喜歡 這些十八禁的雷雷 絕對可以想一想入手這隻作品 這個雷雷我開始看 好像沒什麼 穿著普通校服 有一個替換表情 讓你玩一下就算了 誰知道再了解 認真也要了解 才發現 原來這隻雷雷穿著一件裙子 應該是校服 這件校服是可以脫掉的 這樣就變成可以 穿著一個 裡面的貼身內衣 這樣就立即不同說法 立即有東西看很多 你會看到 基本上那些特點 全部都有做到出來的 但是至於有沒有 真的可以完全脫掉 露點 觀望這裡沒有特別寫明 就當著她沒有先 因為這裡沒有特別寫 可以完全脫掉 另外留意 觀望這裡留意 她的表情是要這個觀望限定的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 要留意自己買的是什麼版本 這隻雷雷有得脫掉的話 都OK 有些意思 起碼有些看頭 價錢方面1200元也不算正常的雷雷 至少比前面那些要1500-1600元 但連衣服都不能給你換那些東西 如果你本身是左藤空氣的粉絲 或者這隻雷雷看上眼 看到脫衣服覺得蠻棒的 因為我覺得這隻雷雷 你也可以想一想這隻雷雷 這隻雷雷也不錯 Prum這間廠商我都查過 他推出的雷雷比較偏向幼齒向 由於我對幼齒的雷雷不是太有愛 所以這間廠商我都沒有買過PVC 但網上查過 他做工都算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這隻雷雷都可以想一想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看的雷雷 都是由Prum推出的謝爾廢塔 一樣先說一下價錢 官方定價就要3088日元連稅 金番匯率轉為港幣 即是1588元港幣 這隻雷雷一比七比例 全高200mm 於今年的7月便會推出 這隻雷雷老實說 我覺得沒有剛才那隻那麼好 第一 剛才那隻有得脫掉 有特點 但這隻雷雷沒有外觀變化 第二 雖然都很漂亮 算是有股市地 division 但我認為還沒有提及 內容方面 除以它持有剩著揭卡外 亦會有後方坐的座像樹架的姿勢 還有喇叭 上面是一個蟲子 配所以都是蠻豐富 可惜雷雷的外觀造型變化真的比較偏少 所以如果要選擇 剛才左藤空氣的雷雷的性價比就比較高 起碼剛才的雷雷的雷雷有做到特點 這個雷雷就太平凡和普通 所以如果不是對她的造型特別喜愛的話 其實都可以通過 因為剛才的雷雷的雷雷也算是有看頭 所以如果要選擇的話就不買剛才的雷雷 這雷雷就看一看了 接下來的雷雷是由Kaino推出的 《萊莎的煉金工房》《萊莎夏日冒險》版本 官方定價要22000日元年稅 金翻匯率轉為港幣1134元 《萊莎的煉金工房》1比7比例 全高235mm 就在下年3月才會推出的 差不多要一年的時間 《萊莎的煉金工房》雖然我自己也沒玩過 但對她也不陌生 在網上也經常見過這條女的 所以也算是比較熟 相信也有不少師兄也玩過她的作品 因為我上網看這條女的評價 大家也不是玩過她的 所以她也是一個挺高人氣的角色 這次也是很標配的裝束 也是小背心家的短褲 大家可以看到她的魂尾胸部 再加上她的大腿褲 《萊莎的摺憾》也有做出來的 所以如果是喜歡萊莎的師兄 這女女也不可以錯過了 不過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這隻公仔也是單腳企的 我對於單腳企真的很負責 真的怕她一天會收皮會斷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就要留意一下 價錢方面1134元正常PVC定位 只可以這麼說 不過可惜的是 沒有任何的外觀變化 單純樣子、表情、配件 保持這樣就是這樣 有點可惜了 如果可以多給一些替換配件 或者替換表情 這樣就相信會好一點 但是她就單純一直都是這樣的樣子 我就覺得她的變化 就真的沒什麼 真是單純看你對萊莎有多少愛 如果你不是超喜歡的話 建議省回1100元好一點 你對萊莎有愛的更加不用說了 我相信你在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你應該已經訂了 對萊莎有多少愛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CP值不太高 這一下就真的要靠愛去彌補 我本身就 未去到很愛的地步 所以還是看看就算了 第十隻雷雷是由WONDER推出的新世紀福音戰士新劇場版 《珍希波珍你駕駛服》版本 《新世紀福音戰士》我自己沒什麼看過 所以對角色也不是很熟悉 價錢和資料 我們稍後再說 先來看看這隻雷雷 這隻雷雷也是一如幾旺 穿了一件緊身的制服 手上是拿著一條 是不是那些油的物體 好像那些入油的機器 因為我沒看過 我不喜歡拿著那條的邊 還是入油的繩子 可以跟之前的《明日香》做一個配搭 整體來說 看你本身對這隻雷雷有多少愛 或者你對新世紀福音戰士有多少愛 因為新世紀福音戰士也是一套很高人氣的作品 就算我這些沒看過的話 小時候都已經聽過了 幾年前都已經聽過這套作品的名字 所以如果是 喜歡這套作品的師兄 我想這隻雷雷也不可以錯過了 因為你看見他的肚子 阿文也好像做得不錯 不過我覺得 我的得路出道可以再大一點 我們先來講一下他的價錢 價錢方面呢 官方定解呢 這個是沒有稅的價錢 即是稅幣的價錢 留意一下 未連稅的 就要18000日元 今回的匯率轉回港幣 就要928元 如果計算稅 我預計應該可能要1000元左右 這隻公仔就是1比7比例 全高就240mm 就會在下年25年3月推出 也一樣要一年的時間 老實說這個也是看你本身是不是新世紀風陰戰士的粉絲 如果你不是的話 就像我這樣不是的話 就可以 skip了 不過他的紅色台座有一點做得像鮮血的效果 這個賞色我是挺欣賞他的台座的設計 這隻雷雷就 看你本身對這套作品有多少愛 對於我來說我自己沒有接觸過的 就差一點了 不過他屁股和這些身材 都做得挺有線條感的 所以如果是對這套作品有愛的 可以想一想的 如果像我這樣沒有愛的話 都是可以PASS的了 接著我們下一隻看的女女 就是由雙日之良系列推出的 聖劍學園的魔劍士 雷吉蘭梅塞德斯 秘色的女郎版本 價錢和資料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雷雷 這隻雷雷在觀圖上身是可以做到露點 這一點就先抵贊 值得加分 因為有露點真的不能輸 不過雙日之良系列 老實說 我之前買過這系列出品的 《終末的後宮》雷雷 老實說是比較弱 在我心目中真的比較弱了 所以這次又再推出 轉一個系列的雷雷再推出 她的造工有沒有進步呢 真的不知道 不過看外型方面 是挺吸引的 你會看到後面也有把賭錢的桌子給你 大家留意 除了這隻雷雷之外 還有幾隻雷雷可以做一個配搭 就像現在這樣 可以組成桌子 一共有四隻兔女郎 就這樣看 如果買齊四隻放出來的確是挺漂亮的 但是 是不是真的有人走去買齊呢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可以組成四隻在一起 是挺帥的 不過我對於這個系列 有些保留 我只可以這樣說 我這隻雷雷肯做到露點的話 其實也不錯 我們也來講一下價錢 價錢方面 官方定價要24,200元元年稅 金花匯率轉為港幣 即是1,248元 1比6比例全高27cm 在今年10月就會推出 這就真的要看你對兔女郎 或者對這隻雷雷有多少愛 我自己就 我對這個廠商有少少保留 因為之前真的太過分了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也不錯的 但是 1200元貨幣 只有露點 我又覺得好像配件少了一點 而且他又未去到 很吸引到我要立即買 要入手的地步 因為他做工給我感覺 就這樣看官套 你也覺得是 二線廠的水準 所以 如果要我選擇的話 可能還是看看算 或者我可能博一下 等現貨會比較好 不過如果就這樣看的話 好像紅色這隻雷雷很適合 這樣看的話 所以我都應該再觀望一下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我對於廠商就 有少少 懷疑的態度 保持 因為之前我也舔過 所以就再觀望一下 接下來我們看的女兒 就由一間內地的新品牌 Momo Rose 推出的瑜伽女孩葵 官方的定價只需要 249元人仔 根據回律轉為港幣 即是269元 這隻雷雷是1比6比例 全高280mm 在今年10月就會推出 這間廠商 我都在網上查過的資料 就是和MaxQ 同一間生產商 因為他們的公司註冊地址 是一樣的 所以 如無意外 應該是同一間廠商 MaxQ 之前不知道什麼事 就好像沒有了夏文 有些人就說 他收了皮 還是怎樣 我們不要緊 我們先說回這隻雷雷 這隻雷雷 首先 造型 賣相方面 老實說是OK的 我是收貨的 樣子就OK 叫是不錯 公仔身形 這個瑜伽身形 又大波又緊身褲 加上這麼瘦的腰 沒得輸了 內容方面 除了公仔本系之外 也有提供了 這個瑜伽球給你 雖然看官圖畫 就沒有說到有得除 但是 大家要記住這隻 269港幣 300港幣 都不用 有隻雷女 放出來 可以在那裏 就算沒得除 都已經是 收貨了 大佬 這個是 景品的價錢 但是它的質素 比景品好 所以這個就 真的沒得輸了 我挺推薦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當然新創推出的有沒有武服呢 我膽敢保證 始終新創同樣有這個風險 所以自己也要留意一下 戴上頭盔 我自己也 還有她的繪詩原畫是軟身創作的 我記得好像不知哪一隻雷也有見過她的作品 也不錯 挺漂亮的 這次也是出自於她的作品 所以我挺賣相的 我也有興趣買回來和大家開箱 應該也會訂的 不知道有沒有師兄也有心動 想著也會入手 留言說一下你的看法 我覺得這隻二百多元的貨幣可以做到這樣 OK的 我也願意去購買一購 看看有什麼好處 如果OK的話當然最好 伏了的話二百多元就當作自助餐吃了放題 這隻雷也有興趣 就這樣看好像也不錯 接著我們第十三隻雷是有一間新品牌 她的名字真的太長 不太懂得讀 大家看畫面 這間廠商推出的 高潔的修女格雷斯 官方定價 ARMYARMY要14,630日元 更換匯率轉為港幣 即是754元 這隻公仔一比七比例 在明年25年1月推出 我上網查過她的資料 有些師兄說她原本的廠商 不知道是哪一間廠商 我忘記了 說她做壞了 所以轉了一個品牌名 讓她再推出 換言之 聽起來腹味也有點重 這隻雷就這樣看的話 外觀造型其實是不差的 但是看完她的評價之後 就有點害怕 還有她中間圖像這裏 做到好像開了一刀 被人劏肚的效果 不知道是甚麼事 她圖這裏 我覺得紋理有點怪 她這些不是腹肌 是被人器官摘取多些 中間的條線這麼狠心 好像被人劏了一刀 空這裏 你會看到她乳頭也有做到的 但是官網就沒有 ArmyArmy這裏 就沒有特意寫到 她有沒有可以脫 做工那方面 我看完評價之後 就真的再觀望 我真的不喜歡她的肚子 那裏的紋理 做得太過分了 做到好像被人劏肚那樣 一般般 其實外觀上是OK的 不算好這部分 但是看完她的評價之後 我自己也有點害怕 其實價錢又不太貴 700多港幣 以女女PVC來說 已經算是便宜了 首先不用四位數起跳 但是她的評價真的比較偏頑 所以我暫時就先看看 不知道有沒有師兄已經訂了 或者想訂的 歡迎你留言說一下你的看法 第四個看法的女女 就是由Pink Cat推出的 自拍的少女 先看看價錢 官方定價要26800元 連稅 跟回率轉為1382元 這隻公仔1比6比例 全高11cm 於今年24年8月 便會推出 都很小 11cm 其實不算很高 這次推出了自拍少女 Pink Cat就是Native旗下的自品牌 其實在之前 上一集都跟大家介紹過 有一個用腳自拍少女 這次就直接換成自拍少女 配見方面 除了公仔本系之外 也把這些介紹不免 也有鏡子給你 鏡子可以反射在自拍的狀態 下面一樣做到是拿路 上身拿路也沒有問題 配景方面 你會看到 手形這裡是可以替換的 除了手形之外 上身也可以不路 路上身也可以 沒有問題可以做到 除此之外 有鏡子給你 接著就沒有了 你會看到後面 他好像看不出來 就正方形一塊 就像石頭一樣的東西 如果可以放過書牌後面 振著 應該會有些代入感 整隻雷雷基本上 正正常上 沒有什麼太大特別 原畫都有兩張 一個有穿底褲 一個沒有穿底褲 但是配見這裡好像不見 他有穿底褲 有穿底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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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身和下身 只要露一件東西也可以 露兩件東西也可以 手形那裡可以隨便替換 整體來說 還可以 內容方面 上身下身可以選擇 全都可以 手形也可以替換 掩著嘴巴也可以 放在肩膀旁 也有鏡子給你 內容看起來 有多少東西可以玩 有多少變化 有多少豐富 價錢方面 一三八二 如果計算運費 我想也要大約一千五港元左右 看你本身喜不喜歡 其實這隻 設計上是不錯的 但是這隻雷雷的樣子 我始終都嫌太過卡通 所以不是勾起到我的興趣 這隻我暫時再觀望一下 因為我自己 由看開我的影片 師兄也知道 我是比較喜歡 成熟一點 成人向一點 成熟一點的風格 這個太過卡通的感覺 我的興趣就 不算是特別大 不知道有沒有師兄想想的 留言見 我們最後看的女女 就是由Benning推出的 寧願美沙套女郎 第2.0版本 先說定價 官方定價要一個 44000日元連稅 金番匯率轉為港幣 即是2269元 這隻公仔是1比4比例 全高是49cm 於今年的10月 便會推出 即是半年後 這隻雷雷雷 寧願美沙是2.0版本 換言之之前也曾出過1.0版本 這次推出了2.0版本 這隻雷雷我自己沒有太多留意 因為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覺得身形好像有點怪 大家看這張圖 你會看到 他的胸筒膠是大的 但腰部真的太柔 柔得很過分 所以我看起來的觀感 就有點怪 大家都喜歡大波大樓 有這些不用說 但腰部設定這麼幼 看起來我覺得 有點怪 好像不太協調 整個身形 所以這隻我看看 而且他的樣子不太適合我口味 雖然我覺得還不錯 很漂亮 但可惜他口味不太適合我 而且身形 剛才也說過 我覺得身形太柔 有點怪 我自己是這樣看的 而且大家留意 這隻雷雷 我看觀圖 最多都是露到那個球 下身是露不到的 因為是套女郎 穿了絲襪就知道什麼事 所以買的時候要留意 沒有下身給你看 只有上身 我覺得性價比來說 就比較貴了 除非你很喜歡這隻雷雷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個人覺得CP值比較低 如果要選擇 可能選擇 剛才那個自拍的少女 應該會更多玩 和更多看 除非你是零元美沙的粉絲 即是你本身有賣過1.0版本 或是你繼續買Bending的產品 如果不是的話 個人建議買剛才那隻雷雷 應該CP值比較高 這次3月底的雷雷PVC玩具情報 大致上來到這裡 其實還有1、2隻雷雷想說 但最垃圾的是 雷雷的官網 又長期不更新 其餘的PVC情報網站 也沒有特別提到 所以我只知道那隻雷雷 但又沒有相關的網頁 去介紹的話 很尷尬 很難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唯有看看4月初的時候 去觀網 或者會不會有什麼網站 再拿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次看了差不多15隻雷雷 不知道大家有興趣 想要訂哪隻或買哪隻回來的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和我分享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喜歡的話也不妨訂閱、按讚、分享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